正努力在说标准普通话的保鲜嫂 那么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到的觉得非常好的 以及于我觉得买到了有点失望 大家不要去买的那种 每一件衣服都是非常非常保暖的 如果你的这个视频感兴趣 那我们就一起开始吧 今天介绍的六件衣服里面 有五件是以米色和棕色暖色系为主的 只有一件是黑色的 我先讲吐槽的衣服吧 这一件衣服呢 是我一定一定一定要吐槽的一件衣服 他们这家店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因为太喜欢 所以我对它的期望非常的多 版型都很好 而且模特非常的漂亮 所以很容易种草 当时我买这件衣服的时候 它的模特图拍的非常好看 是那种很韩版的 特别是这个领子一个小小的蝴蝶结 那么这个衣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的质量不是很好 它虽然看上去棉很多 很厚实的那种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显胖 是一个很直红的衣服 它的这个袖子可以看出来没 这个里面的内档一直往后一翻 很难受 这种小的细节很能看出质量 我买的是Emma 它的版型大到很夸张 颜色呢是一个很正的卡其色 这个还是非常可以的 这里的地方有一个收口 收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感觉好像那种脂肪 被别人挤压住的感觉 你看这个爆炸现胖 但是这件衣服我不会退 我这次出国的时候会带给郭宇 因为它这个版型 郭宇穿都够了 给他穿 这应该也算女装了吧 那么这一件呢 等了非常的久 等了25天 所以我对它的期望非常的高 但是呢 我穿上这件衣服 我个人并不是非常的喜欢 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太长了 再加上它的这个袖子的宽度 显得人有点胖 而且它是有一点点这种扁服袖 在这个里面 不是这种把袖子卡得正好的 如果卡得正好的的话 可能会显瘦一点 但是这种扁服袖的话 是非常显胖的 质量方面找不出任何的问题 从这些五金啊 然后还有这些袖子的设计 然后这帽子的这个 骡子毛的这个设计 都是做得很好的 然后它的颜色呢 是一个非常温柔的 米杏色 这是我在淘宝上面买棉服中间 这个毛量是最多最棚的一个 当然这件棉袄 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最贵的一件 这个视频给我的棉袄打分吧 一到五分 你打几分呢 兴趣大家的弹幕和选择 然后再决定退哪一件吧 这件衣服有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夸的 就是它的这个扣件啊 就是它的这些小的细节部分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袖子 是这种松紧的 保持这个衣服里面更加暖和 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扣子 可以选择松紧度 我觉得也是比较舒服的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毛这个地方 一般的这种毛领都是选择的单扣 一排扣 但是这一个呢 它是选择的双排扣 让这个毛领更不容易掉 我之前就发生过那种非常尴尬的事情 就是像这种有毛领的这种棉袄 走着走 走着路上 然后毛领掉了一半 然后你要把衣服脱下来冷嗖嗖的 然后去把这个毛领去压上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好的 但是这个呢 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这件棉衣呢 是我这一次买到的棉衣中间最满意的一件 它的版型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它是很少有的那种棉服中 比较又学院气质又有一种工装气质的 而且它的这个颜色是一个很百搭的一个暖白色 那么这个颜色也是一个很显白的颜色 我很少买那种领口非常贴的那种棉服 因为我觉得冬天也是要化妆的嘛 但那个粉底液贴在那个领口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 像这种毛衣它就紧紧的贴住 你也不会把它放下来 人家也看不见你已经弄到了毛衣上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棉服的话你时而敞开时而扣上 就会有一种尴尬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太紧的那种领口 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小领口 隔远一看有一点像那种微薄 反正它的型我又很喜欢 而且它是那种很少有的不显胖的棉服 这件里面应该是放的棉花 不是那种羽毛 像我刚刚介绍的第一件它是羽毛的 然后它的口袋也做的特别的多 这个口袋我也是很喜欢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口袋可以插手 插在这个地方就很屌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袖口也是先设计的一个这样子的 雾面的然后再设计这样子的 这样很有效的防风 我觉得像这种袖口设计就是非常合理的 然后最后一件浅色的棉服呢 就是这一件了 这一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件 它的内档以及棉花的这个 厚实度也是算非常数一数二的 它的这个棉花的回弹性也很好 不像那种普通的塞棉花进去 这个呢就是感觉很厚实棉花 它是用筋把它塞进去了 或是随便丢了两棵进去 放一碗饭 你把它紧紧了再吃 和你就这么随便搞了吃 那里面的那种量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毛呢也是非常厚实的一个毛 它的这个拉链应该算是今天的棉服中间最好拉的 因为它做的是这种粗拉链 我真的很怕那种铁拉链 不知道大家怕我怕之前 用那种铁拉链的时候 把脸刮伤过 所以我非常的怕铁拉链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这种拉链 然后它这个里面呢 你看把领子露出来 我觉得也是比较一个亮色的 然后也可以把领子拉上 它不是那种特别紧的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碰到你的脸 这个袖口呢也是做的 先是一个布料的 再是一个这个防水面料的 而且我比较喜欢这种衣服和这个毛色 是差不多的颜色 或者是一样的颜色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我很讨厌黑色的棉袄 但是上面是红色的毛 黄色的棉袄 上面是黑色的毛 我会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它这种毛的配色的话 也是做的很好的 还有两件黑色的棉服要来给大家介绍 这件棉服就是我觉得我的传家宝了吧 可能可以传到50岁的 这件是喜马仑的一家棉服 这是我前年的时候 去穿藏线的时候买的一件棉服 在当地买的 因为当时没带购衣服 我就去商场买的 new balance 这里会有一个他们的小图标 然后它里面的内档设计的呢 它我可以摸到 分成了很多很多小格 以防于它跑棉的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棉花是很好的 而且这件棉服哦 看上去是很薄的 就是不会显得很臃肿 特别是尖这个地方 相对于我刚刚的棉服 应该是很明显的可以发现 这个肩比刚刚的棉服窄很多很多 然后这件衣服的整体的版型呢 有一点点像浩然地界的 那个北京戏剧学院的那个院服 它这个衣服是很长的 因为我觉得到了冬天 你需要一件特别长的 就是那种行走的棉被一样的这种棉服 这样子的话 你不管什么时候出门啊 出门吃宵夜或者是出门约会 直接就可以套在身上走 不需要想搭配的 那么一件黑色的长棉服是必备的吧 然后它这个领子也可以拉起来 你看它这个地方的设计就不一样 因为它如果是这种面料的设计 设计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可能碰到脸就会有一种冰凉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地方设计了一个这种磨毛的 是一个非常暖的 我觉得它到这种细节的地方呢 都是设计的比较好的 它这个地方是暗扣的 下面的所有的扣子 像这样子的扣子 全部都是吸铁扣 所以你只要轻轻一打 那么它下面就全部的扣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件衣服呢 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件衣服了 这一件呢其实不是棉服 是一个有一点点加绒的一个皮衣 那么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件衣服的 但是这件衣服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就是它的味道非常大 很重的一个皮胃 从我买的第一天到现在 已经穿过了 四次出门了 还是有皮胃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 再选择买这件衣服 那么它这个地方的这个毛呢 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暖白色的毛 冷白色会让我觉得 有一种质量很不好的感觉 这种暖白色会让我觉得 品质有一点高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暖白色 是比较吸引我的 这件衣服就是跟我刚刚买的 那件巨大无比 这里打一个结的 那件棉服是一家店买的 我在他们家店买过很多东西 这件棉服是我 双十一在他们家雪平四五件 中间最满意的一件 这个上排呢是扣三粒扣子 然后中间一直都没有扣子 到下排最后一颗扣子 我觉得还比较方便 冷暖一点 试一点 也非常非常的好搭配 是一种有一点点酷的 你可以搭配出女人味 非常港风的 也可以搭配出那种铁梯的 那种工装的风格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 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那么这一个视频呢 就是这个样子 介绍了我的七件冬季的外套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出这种穿搭类的 你们还想看什么 关于秋冬穿搭的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记得弹幕 或者是评论告诉我 多多收藏这个视频 然后让我有动力 持续更新这种 也不是很专业的 服饰类 沉蒙 大家的厚爱 每次会跟我说 想要我出一些 衣服相关的视频 非常的感谢 我真的觉得 我相对于那种 专业的穿搭博主来说 真的是太逊色了 真的不知道 穿的啥呢 穿的都是些啥呢 非常感谢 你们会喜欢我的视频 我是宝宁嫂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